好 寿丰乡平和村在去年争取到农田水利署的灌溉兼排水工程一公里 那么今年延续后半段的470公尺的改善工程 那么村长是相当的感谢议员张怀文的协助 那么寿丰村找田沟一并争取到新设护栏大约有300米 让找田沟旁的绿带居民践行时可以更加的安全 在农村有相当多的农田灌溉沟老就不堪使用 经县议员张怀文服务处的争取之下 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将结余款437万元 持续进行灌溉沟的延续工程 让农田灌溉得以顺利 并且兼具好与发生时的排水功能 感谢张怀文议员服务处 极力的帮我们平和村争取这个灌溉沟 也感谢农田水利会尽快来给我们施作 这个灌溉沟将近二三十年都从来没有修理过 都是破乱不堪 每逢大雨的时候都淹到农田上面来 这次这样做得非常的整齐又漂亮 我们的农民非常的称赞 以后就不怕淹水的问题了 送方江平和村的灌溉沟 兼具排水系统约一公里长 今年延续施作后半段的灌溉沟 先议员服务处主任林品阳表示 民众的需求与服务都会给予协助与帮忙 与管辖单位进行沟通以便解决民众的需求 特别前来会看是这个延续的工程 那也感谢我们农田水利会在110年度 今年度又合拨了500万的经费 继续延伸我们后续的工程 那再来灌溉的问题以及区域的排水 这条水沟做下去以后能够维护我们农民 在下大雨的时候不会有农损的问题 让我们区域排水也能够更便利 绍方村的早田沟新色护栏 也在花莲县政府建设处水利科的协助之下 进行工程的施作 让居民在步道践行时 能够获得更好的休闲环境 真的很危险因为没有护栏 那这次我们建议县政府水利科针对这个护栏 还有周边的设施一并来做改善 这300多公尺的护栏完成了以后 还有一个步道以及还有健身器材 大家可以在这边运动 而且可以能够到我们那个运动器材那边 锻炼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基础建设的施作 能够让居民生活安全获得保障 也能够让农民在旱季枯水期 继续用水的情况之下 有更好的灌溉系统使用 记者凌杰 寿风箱采访报道